為何非洲多共族會獲得先進的天文知識 因為相傳他們曾接觸過來自天上的神 大家好,我是Brian,來到這集非洲多共族之謎 究竟這個族人有什麼特別的謎團呢? 一般我們都會認為非洲的土著可能會比較落後 文化水準很低 這個多共族就恰恰相反 文化水準也挺高 尤其是稍後我們講到一些天文學 他似乎比我們想像中超越一般的土著的知識 究竟這群多共族居住在哪裡呢? 其實他們居住在非洲的西部 即是西非的地區 他的地區其實都... 現在我們叫做瑪莉的地方 瑪莉的南部有一條河叫尼日河 而正正就是這群多共族所居住的環境 在一個沙漠的平原附近 其實這個地區跟我之前另外一集說 薩哈拉茲眼的位置其實都很近 薩哈拉茲眼就是瑪莉的西北邊 這個茉莉塔利亞裡面的境內 關於這個薩哈拉茲眼 有人認為他是阿特蘭提斯 有興趣你看回我之前這集 薩哈拉茲眼沙漠古文明 這裡有詳細的分析 我今集就不重複了 我們回到集中討論 究竟多共族本身有什麼特別呢? 他本身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 但有語言但沒有文字 他們有五種語言或方言 所以都頗複雜 他們的溝通混合了不同的方言 而他們人口現在大概是40至80萬 因為都很難完全統計 因為他是涵蓋整個瑪莉裡面 這個離日河附近的區域 沙漠區 所以都沒有真正的統計 現在都是估計大概40至80萬 其實這個數字都不少人了 究竟這個民族為什麼這麼神秘呢? 最神秘莫過於他們的文化水平之高 當然你說非洲也有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古文明 包括埃及 我稍後也會說到這群民族 他和埃及之間的關係也有相似性 我現在先集中說一下 他本身的一些民族的特點 因為這個民族你只看他們的建築物 一些雕塑 你已經看到他們的藝術水平相當之高 尤其是在非洲西部那些國家來說 他是數一數二的藝術水平 現在大家看到他們的茅屋 雖然但他們的茅屋的裝飾 你覺得是都挺現代的 但其實就是他們本身的傳統 一些木雕 構圖和圖形 除了立體之外也複雜 你看到他們本身在藝術的發展 其實都似乎是有一定的水準 另外就是關於他們的民族雜性 當然你現在看到他們的小孩 現在都開始穿了一些現代的衣服 當然他們都有一些傳統的服飾 其實這些衣服很多時候都是我們一些比較現代的國家 捐給非洲的時候 而他們獲得這些衣服 就不是他們有錢去買這些衣服 究竟他們有什麼傳統? 原來他們有這個割禮的傳統 他們原來無論是男子女子 大概9至12歲會進行割禮 因為原來他們的哲學或者宗教思想認為 每個人的出生其實是雌雄同體 當一個男子去到9至12歲 他要割禮 割包皮 原來割了他們才認為 將這個男子本身的雌性性質去除 他就會變成一個真正的男人 而相反9至12歲的女子都會行割禮 當然不是割包皮 割什麼呢? 割這個陰替 割了這個陰替 他們也會認為這個女子去除了一個雄性性質 變成一個真正的女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他們當成人禮 割禮本身無論對他們的男子或者女子來說 是進入一個成人的階段 是必定會做的一個儀式 甚至是有慶祝的 當他們割完禮之後 會在村民裏體去遊行 是代表他已經完成了這個成人禮的儀式 當然對我們來說是匪夷所思的行為 但這就是他們的土著一個特有的文化 而有趣的是 聖經中的猶太人也有割禮的習慣 如果你看看創世紀17章9至14節 這裡有說到神向阿伯拉罕所說的定例 這裡說了你們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禮 而什麼時候受割禮呢?就是出生之後的第八天就要受割禮 而這個就是神與猶太人肉體上的一個永遠的藥 所以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神與猶太人所立的藥 但是這裡主要是說男子割禮 而且是出生之後八天 所以跟非洲多共族有明顯的分別 他們是要去到九至十二歲 而且是男女都會受割禮 所以這裡有分別 我只不過告訴大家 他和猶太人有割禮的風俗習慣 就不代表他們和猶太人有關 那就搞清楚 因為非洲原來不只是多共族有割禮 甚至埃及人原來都有割禮的傳統 當然這個也不排除他們對衛生的講究 因為男性來說如果包皮太長的話 尤其是古代來說容易藏一些污垢 會有一些尿道炎或者發炎的症狀 所以古代的時候已經發現 割禮其實對一些男性來說有好處 所以埃及這個古文明本身也有割禮的習俗 甚至去到再南邊一點的埃塞俄比亞的東正教會 其實也有割禮的習俗 你可能少聽一點 埃塞俄比亞非洲也有東正教 東正教不一定是歐洲才有的 當然埃塞俄比亞這個地區相當神秘 因為他本身也和士巴女王有關 因為在聖經中也有說到 當年士巴女王拿著貢品去朝聖 去到耶路撒冷見所羅門王 也有相傳他就是所羅門王的情人 所以埃塞俄比亞這個地區本身 就和聖經或者所羅門王之間有間接的關係 遲些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埃塞俄比亞這個地區 其實也和我的研究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我遲些再說 我們回到多貢族 這個多貢族除了有割禮特別的儀式 仍然流傳到現在都會進行的時候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是令到我們很神秘 而這些事件是和一班學者的研究有關 第一個對多貢族進行一個詳細研究的學者 就是來自法國人類學家Mr.Grill 他本身也幾次進行過研究 他分別在1931年、1935年、1937年、1938年 都有去到西非去探望這些多貢族的人 去訪問他們、研究他們的習俗 甚至將這個訪問內容結集成書 就是這本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 在這本書中說到多貢族本身 他們特別注視天空上一顆很光的星 就是天狼星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大犬座中一顆很光的行星 而多貢族他們認為天狼星其實不是一顆 他旁邊還有兩顆半星是圍繞著這顆主星 而這兩顆星其實肉眼見不到 但在多貢族裡面他們就相信是有這兩顆星 甚至還給了個名字 就是其中一顆叫做Portolo 另外一顆叫Enviapuru 這個當然是非洲那些土話的名字 總之他們給了個名字 這是相當神奇的 竟然肉眼見不到兩顆半星 對於一個我們表面上看起來很落後的非洲種族 他竟然知道有這兩顆半星是圍繞著天狼星 那為什麼他們會相信有兩顆半星呢 因為他們說 就是因為其中一顆半星就是剛剛所說的Portolo 就好像大家的畫面看到 這個就是模擬圖 就是一顆小一點 圍繞著大顆 我們肉眼見到的天狼星 他說當小顆 就是這個Portolo 圍繞這個天狼星旋轉的時候 他有時會令到天狼星光一些 有時會暗一些 就形成一個好像閃閃閃的效果 甚至他說到這個Portolo 圍繞這個天狼星旋轉的周期大概是50年 這個是相當之神奇 為什麼現在我們天文學真的知道 真的有一顆半星是圍繞著這顆天狼星 就是要去到1844年 這個德國天文學家Friedrich Bessel 他透過這個數據去推斷 這個天狼星本身 應該背後有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半星 就正如大家畫面右手邊 這個就是天狼星的軌道 你看到他有擺動 而這個Bessel 他就發現他擺動周期大概50年 例如我現在圈著了 他1793年到1843年 就回到他原本的位置 即擺動周期是50年 所以他推斷背後應該有一顆半星的引力 影響了這個天狼星的擺動 才會出現這個情景 但當時都未觀察到這顆暗的半星 再去到差不多20年之後 1862年 這個美國的天文學家 他本身懂得製造望遠鏡 他做了一部望遠鏡 去觀察這個天狼星 就是Alvin Clark 他就發現到天狼星背後 的確有一顆很暗的半星 現在我們就給名字 原本那顆很光的天狼星叫Series A 另外很暗的半星叫Series B 即是一個雙星系統 互相圍繞著對方去旋轉 所以當我們觀察 其實我們只見到這個很光的 Series A 即是天狼星A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為何會有些擺動 原來他是受到另一顆 Series B的引力影響 令到他擺動 因為他們兩顆圍繞著大家中間的 引力中心在旋轉 但由於Series B太暗 我們見不到 我們只見到Series A擺動 竟然是天文學家觀察到的 但你要知道天文學家剛剛說的 都是透過數學的推算 再加一個大型的望遠鏡去觀察 但你要知道多共族 沒有一個很完整很先進的數學系統 也沒有一個很大型的天文望遠鏡 究竟一個在非洲西部的土著 他們憑什麼去知道 這個天狼星背後是有半星 甚至他們認為是有兩顆 究竟他們是純粹一個創作 還是背後他們是什麼原因獲得天文學的知識 原來在多共族裡的傳說 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曾經接觸過一群神 而這些神是來自天狼星 就是這群天狼星的神 教導他們的祖先 去認識這些天文學 知道這個天狼星是有半星 甚至幫他們建立他們的文明系統等等 後來學者拿著這個傳說 繼續推理 就是Robert Temple 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The Serious Mystery 就是天狼星之謎 他認為既然多共族 他是非洲 他又敢崇拜這顆天狼星 甚至因為他們的祖先 是接觸過來自天狼星的神 而他也看回埃及的古文明 因為埃及古文明 他們也很崇拜這顆天狼星 尤其是他們的狐夫金字塔的設計 本身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金字塔內部是有一些氣孔 這些氣孔 似乎那些考古天文學家發現 他們不是任意設計 似乎是要對準特定年份 上面天空的星體 就好像大家現在的畫面 就好像大家現在的畫面看到 這個狐夫金字塔內部有兩個墨室 一個叫國王墓室 一個叫皇后墓室 一個叫皇后墓室 其中一個皇后墓室 就是下面這個墨室的位置 他的氣孔 向著藍面的氣孔 是對著公元前2500年的天狼星 那為什麼呢 似乎是天狼星對古埃及人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星體 於是剛剛那個學者 Robert Temple 認為多貢族似乎 跟埃及古文明有關 而他認為既然埃及古文明 那麼厲害又可以起到金字塔 而非洲另一邊的多貢族 又會知道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天狼星的半星 他就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推論 就認為無論這個多貢族也好 還是埃及古文明也好 可能在遠古的時候 是受到一些外星的文明影響 令到他們可以在建築技術起到金字塔 亦都令到他們的天文知識 去認知到天狼星的半星 他的大膽是相當之 他的推論是相當之大膽 究竟有沒有可能是愛星文明 我會用一個科學的角度 去跟大家否析一下 究竟這個說法是否可能 事實上 古代人真的很喜歡觀察天狼星 就算中國也有 在北宋時期的蘇式 在他的江城寺麥洲出獵 也有形容到天狼星 他是這樣說的 會玩雕工如滿月 西北望射天狼 意思是什麼呢 拉一個弓箭 拉得滿月那麼大力 然後一放的時候 就射天狼星 當然這是一個誇張的比喻 但如果你用當時北宋的地理位置 和當時時間去計算 其實天狼星在那個年代大概晚上11點在東南方升上來 然後在早上大概9點在西南方降下去 所以沒理由蘇式會向西北方看天狼星 那究竟是不是蘇式搞錯呢? 事實應該不是,因為其實用了一個比喻 因為天狼本身原來是中國的星獸,即28個星獸屬於這個井獸 是代表侵略,代表入侵 所以蘇式是借用天狼 比喻當時入侵北宋的西夏,因為西夏正正就是北宋的西北方 所以蘇式只不過是借天狼比喻入侵者 除了蘇式之外屈原也是,在他的九哥東軍中也這樣形容 舉場刺騎射天狼 這裏的天狼亦都是比喻當時入侵的秦國 所以你會看到古代人似乎對天狼星都有一個著迷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比較光的 中國就當他是一個入侵者的形容 剛剛我們都說到,這個多貢族本身 就認為他們的祖先就是和這群來自天狼星的神接觸過 其實天狼星在天文學中有沒有可能有這個外星文明的出現呢? 在傳統天文學中,我們認為這個天狼星是比較容易觀察 因為他構成一個叫冬季大三角 除了這個大犬座天狼星之外 會連同這個小犬座的藍河三和獵戶座的深獸四 形成大家現在畫面的冬季大三角 甚至天狼星也是冬季六邊形的其中一顆星 因為他實在是容易觀察的 而這個冬季大三角其實是天球的尺度上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地區都看到 所以剛剛也說了為何這麼多的古文明 包括埃及、多貢族、甚至我們中國 都會觀察到這顆天狼星 就是因為它在天球尺度附近 究竟天狼星本身在天文學上的性質是怎樣呢? 它是屬於一個恆星 即是自己發光發熱 裡面有核聚變產生這些能量 跟我們的太陽是同類型的 不過更加大型 給大家看看數據 它的質量是我們 太陽是裡面的太陽的兩倍 直徑是我們太陽的1.7倍 而它的光亮程度是太陽的25.4倍 而表面溫度是9700度 我們自己的太陽大概是5000至6000度左右 即是比我們的太陽接近差不多兩倍高的溫度 你想像一下在9700度的這個星體表面 有沒有可能可以建立到一個外星文明呢? 我相信就應該不行了 因為它不是地球的一種恆星 恆星本身是一個自己不會發光發熱的 溫度會低很多 它是依賴於另一顆恆星所提供的能量 所以你說 天狼星上有外星文明 似乎的機會率相當微 再加上它的感光感熱的時候 就算有外星生命的時候 它早就已經熱死了 所以你說多共族 它為什麼會認為他們的祖先接觸過 這個離子天狼星的神 待會我再解釋 但起碼從天文學的角度 和溫度的角度 從這個光亮的程度 去考慮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不可能有一個生命 是來自這個天狼星的 如果我們將Series A 即是天狼星A 和太陽去對比的時候 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直徑是太陽的1.7倍 但光亮度25倍以上 9700度 再加上它是沒有地殼的 它是一個核聚變緊的行星 所以它是沒有足夠條件 給一個外星文明在這裡建立 你可能會說 那Series A不行 會不會暗一點 Series B有可能會建立一個外星文明 會不會呢 我們也看看Series B 它本身在天文學上的性質 其實剛剛也說了 其實它是一個白矮星 白矮星它本身密度相當高 它質量現在發現Series B 大概是我們的太陽的98% 差不多1比1 但是它直徑只有地球那麼大 即是把太陽那麼大的質量 壓縮到好像地球那麼小 你就知道密度高 密度高有什麼問題呢 即是它產生的引力 是相當強的 所以如果就算有生命在上面的時候 它會承受一個很高的引力場 它根本沒有可能在這個星球 的表面去生活 除了這個引力強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由於它的密度很高 壓縮到這麼小的時候 它的溫度其實是相當高 甚至比剛剛Series A的表面更加高 你要搞清楚 光的東西不一定是最熱的 剛剛我們說了Series A在肉眼上面 是觀察到的 但Series B它暗一點 但暗一點不代表它不夠熱 它現在的表面溫度是達到25,000度 25,000度我相信就應該沒有一個 外星生命體可以在這裡存在 所以無論是Series A 還是Series B 在天文學上面的條件 是不足以給一些生命在這裡形成的 所以如果你將Series B 與地球對比 Size差不多 但它的質量 差不多是我們的太陽質量 壓縮而成 雖然它不光 但它很熱 隱力場很強的時候 這些條件其實是足以殺死任何 已知的生命體的結構 既然Series A和Series B都不能夠有這個生命體出現的時候 那會不會在這個行星系統或者雙星系統的外圍有些行星系統圍繫著它們去轉 而這些行星上有機會有生命呢 首先有兩個原因是不可能的 第一就是如果一個雙星系統的外圍有這個行星系統的外圍有這個行星系統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因為那兩個雙星旋轉的過程中會產生引力波 會消耗能量的 所以它們本身的系統本身是一個不穩定狀態 所以就會導致外圍的行星本身的軌道也可能有變化 當一個軌道有變化的時候 即是氣候的變化就不穩定了 地球為何可以有生命存在 就是至少它的軌道 在過往那幾十億年都沒有一個大的變化 因為太陽是穩定 即是它沒有一個雙星系統 太陽是自己一個在發光發熱 所以那八大行星的軌道基本上都穩定 才令到地球的氣候 甚至地球的自轉軸 都沒有一個大型的變動 才令到我們的季節變化比較穩定 可以給一個環境引辱生命 但如果是一個雙星系統就沒有這個條件 而第二件事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白矮星前身也是一個 發光發熱核聚變的行星 它的質量很大 最後是形成這個紅巨星的狀態 其實我們的太陽 去到未來都會形成這個紅巨星 那麼紅巨星 最後會怎樣呢 它會膨脹然後爆炸 將它的外殼炸開就形成這個恆星撞星雲 炸完之後它裡面剩下的核心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白矮星 而這種恆星撞星雲爆炸的過程中的威力 所釋放的能量和衝擊波是足以摧毀附近的 行星系統 所以即使我們說現在天狼星的行星系統上有生命的話 但是 因為Series B已經形成了這個白矮星 即是它已經進行了這個恆星撞星雲的 大爆炸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應該滅絕周圍的行星系統上的生命體 所以如果說多貢族相信他們祖先 所謂接觸的神 是來自這個天狼星或者所謂接觸的外星文明是來自這個天狼星 其實應該在天文學上是不可能的 縱使我們解釋了多貢族所接觸的所謂的神或者愛星文明 是不可能來自天狼星的時候 但我們都未解釋為何多貢族會知道這個天狼星背後有這個半星系統 會知道有這個Series B的存在 而他們本身是否跟埃及古文明有關 而他們 究竟如何解釋這些神秘的現象 我發現有可能跟我們聖經 甚至以落書所記載的事件有關 這些所有分析所有內容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 跟大家詳細分析 記得給like 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請立即加入上帝的信徒YouTube會員 或Patreon會員 去收看完整版本 有關的入會連結 已經向影片下方 過... 感謝